他好像就是 他真的是要用魔方来做画 是 究竟是什么样的画作 又会呈现出怎么样的效果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 其实刚才 Duke先生跟我说 用Rubik's Cube 用这个魔方来画画 好比是一个数字化的工作 因为全是像素 就比如说 全是像素 你看一个演出现场 大家在演唱会有没有注意到 近距离看那演出现场的大屏幕 就是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 包括大街上有一些LED屏的广告 也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用魔方绘画 对于我们的这个表演者 难度更高 因为他要想象 魔方的每一种颜色 呈现出的不同的立体的 阴影的效果 光影的效果呈现在画作上 才能够使我们的画作更加立体 而且他得假设 自己在非常远处的时候 看到有多逼真 是 我们看到 其实杜克先生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也多多少少 加入一点舞蹈的感觉 就是现在在我们中国 是非常流行 很多这个魔方高手 很多他们成立了这一个 叫做智力俱乐部 专门玩魔方 然后在节目里面挑战 就那些高手 已经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有人可以 双手分别转不同的魔方来还原 还可以蒙着眼睛 蒙眼 对 有的是单手 快速 对 而且我记得当时 是最快的记录 可能就是十几秒钟 就会还原一个 很多小朋友都尝试着 用魔方来开发智力 对 就是魔方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于小朋友来说 能够丰富想象力 同时又能够提供和提高 形象思维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杜克先生 还差了两块吧 还差 哦哦哦哦哦 明白明白 在在我们桌子上 不会吧 啊啊不是吧 啊 是哪两块啊 来是这两个 你怎么把人家这个 工作的东西拿走了呢 我们看看加上了 最后两块魔方之后 这个画作会呈现怎样的效果 好 但是我这 哦 咱们现在看这个局部 看局部现在有点不知道 这是一个 你画的是什么呀 你这 最后一块 最后最后 哇哦 你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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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一点点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艺术家 好 这眼神得多好啊 你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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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结束 来 我们全场 三 二 一 什么画 哇哦 明白明白 哦 大家看出来了吗 卓别林 卓别林 谁啊 哦 好 像不像 像吧 卓别林 真棒 像 哦 还要 错了吧 追求完美 明明这个我看有点像赵本山嘛这个 其实刚才已经很像了 刚才没有眉毛 就这样吗 对 这样可以双眼 谢谢 我们也谢谢杜柯先生 谢谢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没想到魔方在我们艺术家的手中 还可以作为绘画的工具 对 没错没错 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 嗯 哦 再次谢谢掌声送给杜柯先生